在福建开了30年的牛肉馆老板告诉我 牛排汤这样做好喝到连汤汁都不剩 我经常炖这道汤给孩子喝 春天要多吃牛肉,牛排一斤45块钱 先冷水倒入锅里,换入姜片冲结,一勺黄酒去腥 再大火把它煮开 水开撇一下红沫,水开焯水一分钟 然后把排骨直接换汤锅里洗一下 洗干净一入砂锅里 然后准备当归,白勺,熟地 穿穷,每一种各时刻,这就是牛肉店的配方 再放入一块姜,倒入一大勺生抽 然后倒入一大碗开水 用勺子方拌一下,盖上盖子,水开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时间到打开盖子 再放入一些姜丝和香菜 把它翻拌均匀,美味集成 这样就有福建特色牛肉店的牛排汤就做好了 哇,真的太香了,做法也特别的简单 以后想喝牛肉汤就自己在家做 味道跟街头牛肉馆的一模一样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哈 我们明天见,拜拜